画布,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让最慈悲的开示,让大智慧的法语,让具教化的节目,纯净孩子的深口意。 练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之士,长相左右,处处观照。 接下来请收看《爱故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懂得感恩的大蟒蛇 周先生世代居住在广西的一个山村里,他一直靠着圣山采药为生。 周先生为人善良,每当在山林中见到受伤遇难的小动物,都会出手相助。 哎呀,这里竟然长了这么多灵芝啊,今天运气不错哦。 啊,该死的猎人,又在这里射陷阱了。 小家伙,别害怕,我看看你伤得严不严重。 骨头没事,只是皮肉伤,得找些草药,先给你止血才行。 嗯,这里好像没有止血的草药,我们去前面找找看吧。 为了救助那只小猴子,周先生丝毫没有挂心灵芝的事。 等他跟小猴子止血奉生后,再回头去掌时,却发现那些灵芝已经被别人踩走了。 好了,血已经止住了,你以后啊,可要小心点,别再重命人的陷阱了。 看来我慢了一步了。 由于周先生采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药性非常好,因此经常有药材商上门来收购。 曹老板,这些药材你还满意吗? 嗯,很不错啊,你的药材我可是最放心的,要不然我也不会都来找你买啊。 谢谢您的支持,你也知道,我的药材啊,都是自己上山采的,保证全都是野生的。 诶,小猪,怎么这次的灵芝这么少啊? 是啊,这次的量比较少,所以我打算过几天再去山上找找看。 我跟你说,最近灵芝的价格非常好,你多采一些回来,我下个月会再来一趟。 嗯,好的,没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屋外传来一阵吵杂声,原来是村民们在山上抓到了一只大猫蛇,正准备把它卖给曹老板呢。 哎呀,怎么这么大只啊,哟,还活着呢? 当然是活的呀,我们刚在山上抓到的,怎么样?厉害吧? 你们抓这个回来做什么?而且,万一他跑了,伤到了人,该怎么办啊? 你懂什么啊?这家伙可值钱了呢,我们正打算把它卖给曹老板呢。 曹老板,曹老板在吗? 曹老板,他们找你呢,好像是抓到了什么东西吧? 嗯,是啊,我出去看看。 哎呀,我也一起去吧,看看他们究竟抓到了什么。 哎呀,好大的一条猫蛇啊。 你们是在哪里抓到这么大一条猫蛇的啊? 就在山坡上啊,我们啊,发现了它的洞,于是就用网抓它。 曹老板,你看这条大猫蛇怎么样啊? 嗯,不错,真是不错。 曹老板,有没有兴趣收购啊? 这么大的猫蛇可不好抓呀。 有兴趣的话,您就开个价吧。 既然这条猫蛇是你们抓到的,看你们要卖多少钱,我若可以接受,就把它买下来。 曹老板,你买猫蛇做什么? 我可没听说过这种猫蛇可以入药啊。 小猫,这你就不知道了,最近在广东很多人都喜欢吃蛇羹,这东西若是运到广东,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嗯,这我听人说过,不要说这么大只的猫蛇了,听说连小猫蛇也很值钱的。 这条猫蛇在广东值多少钱,我不管,一万块,曹老板,您觉得如何呀? 好的,成交。 周先生听到这里后,不由地看了那条大猫蛇一眼。 那条猫蛇像是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似的,点睛中竟然流出两行泪水。 周先生看到流泪的蟒蛇,顿时心生怜悯,于是便决定自己掏钱,买下大猫蛇放生。 这条大猫蛇能卖给我吗? 啊,你说什么?你要买这条猫蛇? 周大哥,你真的要花那么多钱买这条猫蛇吗? 嗯,是的,我想买下它。 可是,曹老板已经先买了呀。 曹老板,能请您把这条猫蛇让给我吗? 小周,你买这条猫蛇要做什么? 我想将它放生。 啊?花一万块,买蛇放生? 嗯。 你平时赚的钱并不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曹老板,您看,这条大猫蛇似乎很有灵性,它正在哭泣呢。 我看了,实在于心不忍。 最后,曹老板将这条大猫蛇让给了周先生。 周先生买下它后,便将它送到山上去放生。 赶快走吧,到山林深处生活吧,那里比较安全。 几天后,周先生到山里采灵芝,可是村庄附近山林里的灵芝都被采得差不多了。 因此,他只好往山林深处走去。 最近灵芝价钱好,来山上采灵芝的人不少啊,这周围的灵芝,做生无几了。 看来,只能去深山里找找看了。 周先生在深山里,果然采到了很多灵芝。 就在他采完灵芝,准备返家时,突然,不远处,出现了一头黑熊。 太好了,采了这么多,可以下山回家了。 那头黑熊似乎很饿了,他看到周先生后,大吼了一声,便冲了过来。 由于心慌,周先生在逃跑时,不小心滑倒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黑熊趁机追了上来,并张开大口,准备扑上去。 完了,看来我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大猛蛇出现了。 他对着黑熊,高高地昂起头,嘴里不停地发出声响。 这,这不是我前几天,放生的那条大猛蛇吗? 看到黑熊和大猛蛇缠斗在一起,受到惊吓的周先生赶紧逃离了那里。 慌乱间,连已经装满灵芝的篮子都没有拿。 周大哥,你怎么了? 怎么这么慌慌张张啊? 别,别提了,我在山上遇到黑熊了。 啊,你可真幸运啊,遇到了黑熊。 竟然还能好法无伤地回来。 啊,可不是吗?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多快前几天,我放生的那条大猛蛇, 它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缠住了黑熊。 我才有机会逃回来啊。 啊,大猛蛇?是它救了你? 真是没想到啊,蟒蛇竟然也知道感恩呢。 是啊,只是不知道它现在怎样了。 唉,可惜那袋灵芝丢在山上了。 算了,我去找了,要是再遇到黑熊就糟了。 但周先生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一开门,竟然看到昨天掉在深山里的那袋灵芝,就放在家门口。 不用说,这一定是那条大猛蛇送回来的。 啊,我的灵芝。 是大猛蛇,这一定是大猛蛇,帮我送回来的。 大蛇遭暴,怪病缠身。 家住天津市郊的老赵,十几年前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他全身都长出鳞片般的皮险,而且奇样不比,简直让他生不如死。 啊,养死我了,让我死了算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唉,老赵的老毛病又犯了。 是啊,他的皮肤病那么严重,怎么不去看医生啊? 怎么会没看呢? 他去了好多家医院,可是医生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 那是怪病,没法医啊。 啊,受不了了,太难受了。 老公,你忍忍,忍一忍就过去了。 后来,天津市里成立了一间念佛堂,一位村民前去学佛号,回到村里向老赵的妻子说,他觉得那里或许能救救老赵。 大嫂,我想你应该带赵大哥去念佛堂那里看看,说不定可以治好他的病。 那怎么可能啊? 我们去了好多家医院,都治不好,念佛堂又不是医院,怎么能救他呢? 大嫂,赵大哥,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不妨试一试,说不定真的能救他呢。 好吧,那我们明天就去念佛堂看看吧。 第二天,这位村民便带着老赵夫妻来到了天津的念佛堂,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学佛多年的居士。 师姐,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赵大哥,他得这种怪病有十几年了,您帮他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啊? 赵先生,麻烦让我看看你的手。 居士看到了老赵的手后,大只一惊,他的指甲很厚,里面还长着小指甲,看起来好像蛇的头,而他手臂上的皮肤长着如蛇一般的鳞片。 啊,赵先生,你这是业障病啊,去医院当然无法治好,因为你这事遭了果报啊。 啊? 师姐,这怎么可能? 赵大哥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老师人,从来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怎么会遭果报呢? 是啊,我老公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怎么会得业障病呢? 师姐,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赵先生,你仔细想一想,你这一生中杀最多的是什么? 嗯,应该是杀蛇最多吧。 那就对了,你看你的病症,完全就是杀蛇而遭到的果报啊。 赵大哥,你杀过蛇啊?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每天在山上种田,那时候山上的蛇很多。 有一次我在田里看到了一条蛇,当时我怕蛇会咬我,所以就把他给打死了。 啊?蛇? 别想跑。 小赵,你为什么把蛇打死了呢? 我要是不打死他,万一被他咬到了怎么办? 你不伤害他,他怎么会咬你呢? 而且肆意杀生,可是会遭到报应的。 哈哈,人家都说剑蛇不打三分罪。 我这么做,哪里会遭报应? 说不定还能积德呢? 唉,你不听我的话,以后会后悔的。 当时那位老农夫的劝告,我根本不当一回事。 依旧是见了蛇,就毫不犹豫地打死。 不知有多少蛇死在了我的手中。 还有一次,我在山上看到了一个蛇窝,里面有很多条小蛇。 于是,我将枯草塞在洞口,一把火把它们全都烧死了。 天啊,好多蛇啊,这是个蛇窝吧? 得想个办法,把它们除掉。 嗯?想到了,用火烧。 唉,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做的事,真的很残忍。 难怪我会遭到这样的果报啊。 师姐,那现在,赵大哥该怎么办? 是啊,请您一定要救救我的丈夫。 师姐,我知道自己罪业深重。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才能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啊。 现在只有念佛,放生,才能救你啊。 念佛,放生。 嗯,嗯。 从那天起,老赵便开始学着念诵地藏经。 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念佛忏悔业障。 除了拜佛念经外,老赵也开始去放生。 他几乎每周都会购买一些鱼虾,到海边放生。 看见在海边抓螃蟹的孩子们,他还会劝导他们要行善。 赵大哥,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买了一些小鱼和隔离,正准备去海边放生呢。 啊,赵大哥,你现在也开始学佛放生了。 是啊,佛法真的很神奇的。 自从我学佛放生后,我的身体就没那么痒了,而且最近还有好转的迹象。 是吗?那可真是太好了。 赵大哥,我相信你的病应该很快就会痊愈的。 嗯,希望如此。 快来看啊,我抓到一只小螃蟹了。 哼,别得意,我也抓得到的。 小朋友,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抓螃蟹呢。 这样做不好啊,你还是把它放了吧。 为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才抓到的。 你看,这只小螃蟹多可怜啊。 而且它被你抓住后,它的爸爸妈妈找不到它,应该会很伤心吧。 如果这只小螃蟹死在了你的手里,以后你会生病的。 你看我的手,就是以前打死蛇才这样的。 哎呀,好可怕。 那这只螃蟹,我不要了。 我也不抓螃蟹了。 小螃蟹,快回家吧。 别让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了。 半年后,老赵身上的鳞片竟然开始脱落了。 掉了,掉了,真的掉下来了耶。 大嫂,赵大哥的身体好点了吗? 好多了,好多了。 这几天他身上的鳞片已经开始脱落。 我想,应该很快就能恢复正常的。 嗯,那真是太好了。 这都是行善放生的结果啊。 是啊,看来那位师姐说的一点也没错。 我老公之所以得了这种怪病,是因为杀生而遭到了果报。 只有念佛放生,既得行善,才能化解啊。 老赵一直持续念佛放生,一年后,他的病全都好了,也可以去工作了。 因此,他现在逢然而言后,因此,他现在逢人便说,念佛放生的好处。 咦,赵大哥? 赵大哥 这么早你要去哪儿 在家里闲了那么多年 闷死了 我最近找了份工作 今天正要去上班呢 啊 上班 赵大哥 你要去上班 是的 而且到了新地方 我会劝大家都要戒杀放生 念佛行善的 赵大哥 你的病好了 是啊 全都好了 放生互生 积德行善 真的是功德无量呢 如果你会 赵大哥 你啊 不要来开心 我去绝不用我了 呢? 我看你会想把他处理 就像你这么一样的 就算他在四口里 就像你这样子 就像我了 那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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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